好 你说你这一走 你到那边如果吃的口味 吃不惯的话 你告诉爸 爸给你快递过去吃的 都煮后八百遍了 那也得跟孩子说清楚 说清楚 说清楚 你赶紧去吧 别晚了 走 到了就打电话啊 你别怪他们 我跟他们说 放心吧 李爸 你们在家也重养了身体 行行 好 安全带 安全带 你慢点看啊 稳着点 要不你说 你 你赶紧吧 到了打电话啊 一下飞机就打 就算 彷徨也在继续闯 勇敢着 所谓天黑 不过是 因为 年纪小的时候 从没想过分别 总觉得 时间很慢 很慢 总在发愁 什么时候才能长大 可时间 在上课走神的白纸上 在片刻的喜悦里 失落 或是眼泪里 在任何时候 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他在牵着我们走 他沉默着 却一刻不停 翻了 一年 转眼又一年 那么的相似 平淡 毫无波澜 却悄悄地改变着 一般风转 好失神双 三人开戴 四季八才 红包哪里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学习近墓 好 谢谢礼拜 不玩啥 六六大顺 七七八八九九十只 生意兴隆 就爱盯这个 二零一二年 我被特招进本地大学 雕塑系的这一年 哥为了照顾他妈妈 休学了 小哥也变得很忙 我爸以前说的话 都一一验证着 他说过 成年人本来就是猛 爸 我到学校了 你就别操心了 我又不是出国 好好好 我今天我就不回来吃饭了 中午 好嘞 拜拜 恭喜我们家大学生 今天开学 不许早恋 我都十八岁了 不算早恋了 你最近电话打得少 你妈是不是 是 谢了 遵命 上了大学后我才明白 上了大学就轻松了 是骗小孩的话 我变得很忙 除了上课 还有没完没了的作业 最近怎么样 在学校一切都还顺利吗 而时间也好似突然惊醒了 急着要去什么地方一样 带着我们走 还没回过神 两年多就过去了 我上大三 哥也上大三的这一年 小哥毕业了 可是他没有回来 这怎么就想起去学做甜品了 什么 主要就是觉得做甜品挺有意思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大学学的专业得找工作的话 得续配上广 可我毕业之后就像 回咱家这边待着 学甜品好发展 爸 对不起啊 我本来说是 这不是毕业业就回来吗 没事儿 你学你的 爸 雨晶晶怎么不说话呀 她是不是生气了 你好 我生什么气啊 你学技能是好事啊 难得你喜欢 好好学啊 我我得赶紧吃面了 一会儿还得去学校呢 行 那没生气就行 想多 小天啊最近忙 忙着给她那个 一个学姐弄了一个毕业设计展呢 那忙着连饭都吃不上 行 那爸你也注意身体 让李坚就好好吃饭啊 你也是啊 你挂了吧 拜拜 小姐 爸爸 我要先走了 你看他们刚刚都催我了 走了 拜拜 路上慢点 有一天 我突然发现 分离才是人生的常态 就像蒲公英的种子 飞到哪里 就在哪里生长 有新的土地 新的朋友 也会有新的梦想 我做的糖放多了 看起来就很有食欲啊 等你回来后给我 厉害 棒 而渐渐地 我们也因为分离 变得无论多关心对方 也变得陌生 变得无话可数 你儿子 找你呢 李坚 李坚 你不是想他吗 儿子 爸 你跟李坚在一起啊 吃饭呢 林爸想你啊 你妈挺好的吧 你妈挺好的吧 她最近可以不用服居站立了 进步很大 既然状态也好了 那个 你现在每天还接送李妹啊 她已经可以帮忙做家务了 那太好了 你轻松多了 您最近怎么样了 我挺好的 就是你李坚啊 他特犯尖尖 嫌那个尖尖啊 放着暑假也不出去玩 天天窝在家里头 好不容易去趟外婆家 待着没一星期就跑回来了 我去写生 那帮小孩天天铲着 我把我画都撕了 烦都烦死了 还真假小子这个 爸 尖尖呢 来这儿 找你 我在吃饭呢 干吗 你最近 没偷偷交男朋友吧 我上哪儿交男朋友去 神经 你还小 你协约为重 知道吗 知道 儿子 你要注意身体 没事的时候 记着给我打个电话 那不用担心我 我挺好的 对 你要不要跟你李爸 打个招呼啊 你李爸在后头备菜呢 不用了 您帮我向他问好吧 好 没什么事 挂了吧 拜拜 好 挂得还挺快 来 姐姐 姐姐 你平常跟林骄打电话的时候 都聊什么呀 也没聊什么 主要是也没什么可聊的 就确定对方都还活着呗 你说吧 这儿子不给我打电话 我就想 这电话来了 没什么话说 好像也没什么事 你说你爸 这给你哥他们打电话 怎么那么多话说呀 张家长离家短 没完没了 倒不倒不倒不倒的 你觉不觉得 在咱这个家 你爸特想那个妈 那就是啊 对对对 哈哈哈哈